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餐厅内部还拥有一个酒吧及一个非常大的开放式厨房 意大利面 沙拉 披萨饼等等的菜料都远近人里 今天的鸡尾酒是柠檬龙舌兰 口感非常的清爽 环市餐厅的四周能看到远处在制作披萨 那么今天的午饭就以披萨作为开始吧 我选择的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黑松露披萨 将黑松露碎放在披萨上进行烘烤 在出锅之后上面打一个半熟蛋 抹匀在披萨的表面 芝士的味道非常的香浓 黑松露的鲜香更是无以抗拒 就是吃多了会有点腻 另外两道菜选择的是龙虾炸土豆饼和花腐饼 这两道菜都比较有他们家的特色 龙虾非常的新鲜 吸满了龙虾汁的土豆配合上蛋液 吃到嘴里非常有满足感 最后以花腐饼作为甜品收尾 将黄油涂抹在花腐饼上 再浇上烘糖浆 也算是我在美国非常喜欢的一道甜品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